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示範一下派送Google的雲端硬碟到全校的每一台iPad 那Google雲端硬碟有個好處啦 當你把它裝起來的時候因為我們學生大概不會有Apple的ID 那如果在iPad做了一些範囲學生廠保留下來 可以傳到自己的Google雲端硬碟 當然它在雲端硬碟必須登入自己的Google帳號 來首先還是要跟大家再講一下流程 你必須在Apple School Manager這邊去購買 這個買完以後呢指定到哪裡呢 Jeff就做管理這時候再回到Jeff來對不對 不是點完馬上就會出現哦 需要一點時間哦 這時候呢在Jeff這邊點選裝置 這時候再點選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這裡那這邊打關鍵字 Google就看到雲端硬碟對不對 點起來 那點起來以後呢接下來點編輯 點編輯的地方派送的標準流程 大家看一下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這兩個打勾這個取消 這兩個打勾這兩個取消 OK嗎 這勾起來那其他這邊呢 那這邊直接安裝 這邊是直接安裝在這裡 那這邊呢直接安裝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兩個打勾 第二個範圍的地方呢我在這裡呢 就新增群組 那這群組我們之前做了個什麼 全校的iPad在這裡 點起來 還沒完 受管理發布這裡打勾 好這時候再按儲存 這樣就把雲端硬碟派給全校的每一台iPad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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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